好的 那我們一起來喊行動創新團結永續讚 4月上旬的時候接到賴院長的邀請 希望我可以來接受這個工作 當然我個人是天人交戰 因為我來自於產業界要到政府服務 的確是蠻這個有一點壓力的 特別是要說服家人 但是我想我勇於來做這個事情 我勇於我願意來承擔這個事情 他是一位氣象達人 從他每天要出門的裝備 就知道今天的天氣到底會如何 他擅長於將他的專業知識的資訊 傳達給社會大眾 也透過正確的風險認知 提升了台灣防災應變的能力 他長期投入開放政府 跟淨零排碳的工作 協助政府跟民間各個企業 達到淨零轉型的目標 未來我們在因應氣候變遷的時代 我們需要環境部做更多更多的努力 而且要加快腳步 不僅要符合世界的潮流 也要帶動國內的企業 讓他們提升自己的應變能力 不僅為地球盡一份力 盡一份心力 也為進入國際市場 買一張門票 這是非常重要的台灣生存之道 無論是未來在綠色科技發展 或者是循環精細推動上面 希望未來的環境部 彭部長帶領底下 能夠協助建立本土綠色金融的環境 這些都需要彭部長 做很多跨領域的協調 團結各界 共同落實綠色成長戰略 我們歡迎也謝謝 弘部長的加入 感謝你 謝謝 第二位要跟各位介紹的是 我們新任未來的衛生福利部 邱太元邱部長 邱部長邱醫師 是台大醫院的名譽教授 是醫師公會全聯會的 榮譽理事長 也是兩任之身 而且非常專業的國會議員 非常熟悉立法院的結構生態 更熟悉為一介 所有的一介的朋友們 爭取各項的社會福利 跟一介的福利 這是他過去幾年 所從事的專業工作 三十多年來 邱醫師受到一介 非常高度的肯定 他針對台灣醫療的核心問題 提出了很多可行的辦法 未來我們要繼續推動 健康憲章智慧醫療 以至於長照三點零 國人健康讓國家更強 是我們給衛福部的工作使命 跟賴總統一樣 跟賴總統當選人一樣 邱醫師也是醫師的背景 醫師有天生本性 就是關懷社會 四病如青 我們希望邱醫師 能夠在衛福部的工作裡面 不僅僅是為所有的醫療人員 做更多的努力 也要更多照顧到社會福利 這個區塊 才能真正的達到 弱勢優先 普遍照顧 分享資源的目標 衛生福利部 在邱醫師 邱部長未來的領導當中 我想他首當其衝的 是要讓國人感到安心 尤其是最近以來 現在各位福部的團隊 非常用心 在為國人的食安把關 我們一定要在現在的基礎上 繼續扮演重要的功能跟角色 讓每個國人不僅在家 包括外出 都能夠感到心安 都是一個安全 無障礙的環境 讓每個國人 能夠在安全的環境當中 身為一個國民的驕傲 希望衛福部 能夠扮演出這樣的角色 為健康台灣把關 也為健康台灣開創新的里程碑 謝謝 第三位要介紹的是 新任未來我們的環境部部長 何佩山何部長 對不起 勞動部部長 何佩山何部長 何部長是現任的行政院副秘書長 八年來他參與很多法案制度的擬定 協助在行政立法兩院當中 做很多溝通的協調 未來他進到勞動部 他會直接負責更多的法案的推動 制定跟推動 何部長在他年輕的時候 就為勞工爭取很多的權益 大學時候 正經為了高雄官場的女工事件 參與了當時的勞動運動 還被判刑 這個是他年輕對勞工朋友的付出 那現在呢 他也參與了很多重要決策的參與 包括公務預算 挹注勞保基金 包括勞工職業災害保險 以及保附法 以及最低工資制定等等 讓勞工學域得到很多的保障 隨著科技的進步 勞工的太陽會越來越多元化 所以我們必須要有足夠的機制跟制度 來因應這種多元化的勞工太陽 所以未來勞工 勞動部的工作 必須要針對所有現行社會之所需 提出因心因格的各項事務 何部長年輕有經驗 尤其他這種充滿洋溢青春氣息的笑聲 經常是在溝通過程當中 化解阻力的方式 他一定可以跟勞工朋友們同在一起 他一定可以成為勞工朋友們 權益的守護者 我也期待他積極認識 真正成為我們勞工朋友們的好朋友 謝謝何部長 謝謝 第四位 要向國人介紹的是我們未來客委會的主任委員 古秀菲 古主委 古主委擔任過台南 高雄跟屏東縣 三個地方縣市的客家單位的首長 也擔任過我們客委會的主任秘書 可以說非常的閒熟地方事務跟中央行政 他長期與民間NGO團體跟各個公民社會的社區組織保持很綿密的聯繫 加上他完整豐富的經驗 未來 未來一定可以勝任新的工作 支持客家朋友的權益 支持整個客家文化的保存 是執政黨長期以來的目標 我們不僅在藝術 在音樂 在飲食作品 在美食 在地方創生 都積極地培育很多青年朋友的參與 那這個工作 未來要繼續地擴大 能夠擴展 推廣客家文化 普及客語的各項服務 以及擴大客家青年朋友們的支持體系 這是重要的工作 而且 客家文化不僅在台灣深受大家的重視 在全世界 都有很多的客家鄉親 在各地非常的努力 未來我們客委會也應該結合各種的力量 當世界跟台灣的客家鄉親連結在一起 讓客家文化走向全世界 也讓世界的優質文化回到台灣來 這個是未來我們希望客委會能夠確實做到的 連結海內外重要的工作 謝謝國主委 謝謝 再一位要介紹的是原住民族委員會 曾志勇曾主委 曾志勇曾主委呢 現在是原住民族委員會 原住民族文化發展中心的主任 也是總統府 原住民族歷史正義 跟轉型正義委員會的委員 曾經擔任過平東縣原民處的處長 長達十六年 所以對於原住民族的事物 跟地方行政 跟地方行政都非常有經驗 也受到每一任四任現場的肯定 這是非常難得的 尤其在2016年 尤其在2016年 曾主委擔任 原住民族委員會 原住民族文化發展中心主任之後 可以說走遍臺灣各地 深入到每一個各地的原鄉部落 活化了北中南東的原住民族的場館 甚至跟很多的博物館 科博館結合 介紹推廣原住民族的文化 未來也期待曾主委配合新南向政策 將原住民族文化導向紐西蘭 馬來西亞 泰國等地 也將南島文化跟臺灣的原住民化緊緊的結合在一起 讓我們這種特殊優質的文化可以跟世界接軌 讓世界看見臺灣 所以無論如何未來關於原住民族健康的保護 文化的保存 我們人才的培育 曾主委都身負重任 我們寄予厚望 謝謝你